因为复联会一直有人在放话说 孤家 孤怀如他们怎么样湮灭了证据 所以这是在记者会上 他是反驳了某些人的说法 然后呢 这是雷倩对上孤家 雷倩现在对上潘维刚 两边的说法不一样呢 为什么 因为之前整个社会都以为说 复联会的常委要改选 结果昨天竟然雷倩后来说 没有 没有要改选 他说我本人确诚表明会改选主委 如果有要改选主委的话 那我绝对不会参选 但我从来没有说过 复联会常委已经全部辞职 依照复联会组织章程 目前常委还有两年任期 而且依照章程 没有必须改选的理由 所以他说装睡的人大吵大闹 潘维刚则说 潘维刚昨天到复联会去 递上联署书 因为复联会的大会成员 要求说一定要改选 那联署书按照法律 就必须要强制执行就要 结果他们要进去的时候 竟然复联会的职员 把门关起来不让他们进去 他就说我是会员 竟然不能够回复联会 我摸不清雷茜之心 然后他又指控 雷茜你在1月31日 2月1号2月5号2月14日 自己的脸书上面 都宣誓要进行全面改选 交出战场的指挥权 你现在又突然间说不要了 然后你在这个行政诉讼的 这些事情上面 大幅删改律师的起诉状 你到底是不是打算 拖过救济期限 让复联会丧失提起 行政诉讼的机会 因为按照法律 3月31日以前 复联会如果没有 进行法律诉讼的话 就会丧失权力 我们现在电话线上是潘维刚 潘维 您好 您好 主持人好 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谢谢您接受我们连线 现在您跟雷茜女士 中间的不同的看法 究竟症结点在哪里 基本上我们只希望 他兑现承诺 能够如期召开会员代表大会 那我觉得当然一个 大家就是希望 他曾经说过 就是要把这个 因为他是组合派 那有主战派 他愿意赶快把这个战场交出来 让大家无缝接轨 来重新来这个面对 这样的一个挑战 那基本上 因为他当时并没有辞职 我们所有大家也关切 他继续做 他能不能符合民主的机制 照大家共同的决议 第一个就是绝对不跟这个民进党 内政部党产会签订行政契约 再一个就是应该走大家共同决议的路而行 那所以呢我想这两个呢 他应该跟我们明确的来做说明跟报告 潘委员您昨天送了联署书到复联会去 联署书是怎么样一个东西 跟我们观众讲一下 他有什么样的法律效力 有强制性吗 是基本上依照人团法第2526条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有会员代表大会的成员 超过五分之一提出来 也就是要这个必须要照这样子来召集之 那所以呢我们也特别希望他3月15号以前要召开 那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因为这个行政诉讼 这个部分到目前都还没有提 尤其我们看到报纸上 既然25页的诉状被改成8页 如果这8页的诉状提出去 我看我们是不会赢了 不会赢的话我们就会被认定为 国民党的赋水组织 而且所有的资产会变成不当党产 不仅是被冻结 甚至可能会被政府所没收 我想这个对于我们这个组织来讲 是毫无公理可言 而且是我们完全不能接受一个违法违宪 可以说是一个政治迫害的一个情形 所以呢我们希望这个雷主委能跟大家能做一个说明 而且不是光提而已 我们希望提的是对我们有利 而且是能够赢的这样的一个行政诉讼 才是我们所期盼的 好谢谢谢谢潘委员 那现在那个你们复联会的常委会里面总共是我们查到的资料 根据媒体的报导是总共七位含雷倩主任委员 总共是七位吗 原来编制应该多少位 应该是十一位到十五位 那现在七位是合法的吗 目前照讲应该要至少要十一位了 所以不到十一位他们坚持运作 现在常务委员朱淑贤是前副总统肖万常夫人 石美畅是国安会前秘书长丁茂石夫人 陈秦顺英是前行政院长陈成帝席 陈姓是前行政院长陈成长女 赵秀林秀赵徐林秀是前财政部部长徐伯源的女儿 蔡孔如鸣是中华民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第一副理事长 都非常的有头有脸 按照你们的规章应该要十一位到十五位 而现在只剩下七位还可以运作吗 还是合法的吗 至少有一半啦 所以这个部分当然是主管官署 他们不晓得是可不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认定 好谢谢谢谢潘伟伟 雷茜主委他说 他表明他不要改选主委绝不参选 但从来没有说要真的要改选吗 我们找了一下他的脸书 二月一日他说 我说我会陪同大家一同站立到最后一刻 至于这最后一刻是改选是彻职还是行政处分 我无私无愧堂堂正正 若是改选我绝不参选 好 二月二日回应昨天斗争性的临时提案 常委会安排尽速落实会内民主全面改选交出战场指挥权 二月二号 可是昨天雷主委说 现在常委会 昨天开的会说不改选呢 他们要把任期做好做满 可是二月二号的时候说要改选 好 再来二月四号 我们这一届常委会已经决议尽速交出战场指挥权 办理全面改选 二月五号 再来 二月五号 依规定召开会员大会 全面改选常委交出战场指挥权的时间 最快是元宵节后 在那之前 现在的常委会进入看守期 而且配合主战派跟孤家指定的三位律师执行 再来 二月六号 就办理会员大会全面改选 未免日后争议 由律师协助会议人员进行相关工作 这些算不算他过去承诺 可是他现在说我们 我们要做好做嘛 还有两年任期 我们怎么办 我没有要介入他们会晤 可是这个世界总有是非吧 不 他的承诺为什么会来 因为我们要把事情回溯往前面 对 就孤妈妈卸任了以后 是雷倩接的这个常委 那他主张跟内政部还有党产会签行政企业 这个就号称组合派 那组合派后来孤妈妈还有一部分常委 包括潘维刚他们认为说应该主战 因为你那个行政企业 你并没有办法脱身 你把钱捐出来以后 他继续可以追杀你 在条文上这样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下来这个动作了 这个动作就是两边的代表 大家记得那时候投票嘛 投票是31比28 那雷倩这边输了嘛 输了以后他才会讲这边的话 那现在既然你如果是一个民主 或是一个社团的话 那你这个应该是服从多数 31比28 人家赢了你 你也愿意交出 这个战场的那个主战钱嘛 因为你组合输了 对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最大的关键 所以那时候 互联会认为说 那我们3月8号来开这个 会员是不是改选 就改选对 改选那时候 改选以后 雷倩表示说他不选嘛 那大家就认为说 那就让主战派的来打这场仗 其实大家的心都一样 都要对抗 对抗那个执政的民进党 那现在为什么边境 现在要怎么办呢 那3月8号依照人团法 你15天前要通知人家开会 所以潘维刚他们昨天 为什么去提馆 因为15天前 3月8号的15天前 应该是22号23号 没有人收到通知单 那表示你3月8号是不开 不开我们就要联署 我们联署要开 所以周天才会有 这场活动 他们联署说要开 一定要改选 地联署是 那地联署要求你开 可是互联署的常委 大家就觉得说我不要开 那是不行的 为什么 因为会员大会比较大 我要坐满两年 可以吗 他们可以吗 会员大会比较大 对啊 他可以拒绝说我不要 你们叫我走我不走吗 但是现在为什么 现在就变成说 你要政务的官署来认定 内政部 内政部 那内政部会倾向谁 内政部会倾向谁 当然是要跟我签行政企业的这一边 哪一边 他叫什么 内政部如果解释 如果是这样他们不改 他们就是我就要做两年怎么样 大会会员叫我 要改选我不改选 内政部会倾向谁 那当然倾向哪一件 我就给你做啊 就像管中民我就不给你做啊 对不对 民进党的教育部管中民 就是不让你就任 台大至今没有校长 我们其实也邀请了雷倩主委 接受电访 但他直接了当拒绝 首先我们讲 会员大会是任何机构的 最高权力机构 会员大会的决议是不容挑战的 那联署说会员联署 对一样一样 要求改选可以吗 当然可以 他是最高权力机构 那常委会可以说我不要走 那不行那不行 董事会董事 常务董事一听股东大会的 这个没有话讲 法律的危机是这样子 这个不对啊 这是我们的钱 我们的钱经过这样一处理就不一样 跑去变成 民进党的这些都是选举用的 真正的照顾他们想照顾的 农民作业基金 只有21 比例很低